第902集 荆棘海持流 方平收敛了气息 和吕镇一起过河 此刻的方平没有昔日地 战战兢兢 遇空的时候 还有闲暇看看海底 海底他依旧无法探测 这里到底聚集了多少妖族 他也不清楚 方平有时候其实很想入海看看 下面到底有什么 荆棘海内部 是什么样的情况 有多少妖族 他们如何生存 是一直在海中 还是会去海中的一些岛屿休憩 他们有自己的社会体系吗 类似于万妖王亭这种体系 他们有老大吗 方平收敛了气息 吕镇也感应到了 有些异样地看了一眼方平 之前他没多想 现在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之前他在具现空间中 感应到了一些气息 不过很快就消失了 那时候他还以为主人死了的缘故 现在想想被人收敛了 而这个徒孙也可以收敛气息 他真的是自己的徒孙 不过他手中怀表 的确是自己的 攻击自己人的 不会是他吧 吕镇想了想 微微摇头 应该不是 要不然方平也没必要杀得轰轰烈烈的 就在方平和吕镇离开 戒与之地的一瞬间 扩沧山内部 大猫从河底冒出 甩了甩大脑袋 然后开口道 走了 绝颠妖族 可以口吐人声 虚幻的人影 刺客依旧虚幻 哪怕没人看着 走了 那些小的说 有些奇怪 不过他们感应到了 我的契机 我也的确发现 他的契机 远离了此地 有趣 我以为他们会进来 居然没有 徐幻人影说了一句 又缓缓道 藏猫 晨睡这么些年 寂寞吗 大猫晃悠着脑袋 将脑袋搁在桥梁上 无所谓的 还好 我本就不喜欢动它 睡睡觉也挺舒服的 你的伤势痊愈了吗 差不多了 非要出去吗 大猫抬头 露出你人的疑惑脸 为什么非要出去呢 就在这儿不是很好吗 大大杀杀的很不好的 又容易受伤 就是有些无聊 不过也可以找些人进来的 虚幻人影瞥了他一眼 半晌才到 不得不住 这么多年来 你还是老样子 藏猫 这次出去 再战斗 你要是再敢跑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大猫脑袋继续趴腐 懒洋洋道 我没跑 我是睡着了 真的睡着了 那天的太阳真好 我就想打个盹 哎呀 结果一觉醒来 他们就打完了 虚幻人影颤动了一下 许久才到 知道你睡着了 要不然 虚幻人影有些无奈的感觉 仓猫是真睡着了 竹王之战结束 他顿逃回来的时候 仓猫居然还在打呼噜 差点没气死他 原本说好了 尽快赶过去 结果都结束了 这家伙都没醒 不过这样也好 仓猫没去 这才能一举无碍 要不然也许也出事了 大猫不理他 大尾巴挠了挠脸 懒洋洋道 哎 有点想那些老朋友了 不知道还有几个活着的 小剑还活着吗 他当年经常钓鱼给我吃 好久没吃了 有些想念那味道了 别提他 区幻人影冷哼道 哼 莫问见这家伙 死了最好 没死 没死算他命大 当年要不是他 也不至于如此 大猫懒得听这个 继续自顾自动 当年你们打架的时候 那些老家伙出现了吗 他们是不是真死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 还见过他们的 不过好多年过去了 不太记得了 我就记得有个大狗 天天抢我吃的 也不知道死没死 真想打他一顿 区幻人影觉得 没必要聊下去了 吃的吃的 你就知道吃 吃完了睡 你不是猫 你是猪 早知道当年 还不如养头猪算了 何必养你这家伙 吃了我多少东西 成天尽想些没用的 不接大猫的话题 虚幻人影再次道 绿阵出去了 不知道 能不能见到 那几个老家伙 这么多年过去 也不知道 他们情况如何了 你说他们会 存一些大便钱的口粮吗 虚幻人影觉得有些累 沉默了起来 大猫又道 以后出去了 我不打架 去近济海钓鱼可以吗 我中立 他们会不会打我 闭嘴 是你让我说话的 你给我闭嘴 你脾气还是这么暴躁 这样不好的 对了 你肉身还要吗 不要的话 烤熟了 味得好吃吗 你要不要试试看 藏猫 虚幻人影颤动了一下 下一刻 瞬间消失 他要气死了 这只猫愈发讨人闲了 魔都地哭 方平带着吕震 一起出了戒雨之地 一路上 吕震胆战心惊 他发现自己这个徒孙 真的胆到包天 走万亿沙漠的时候 那是停都没停的 直接遇空而过 这可是妖族的禁敌 方平确实没太多想法 他速战速决 万亿沙漠的妖族 应该追不上他 而且带着吕震 也不好躲躲藏藏的 我也要面子的 难道这时候 带着吕震挖洞走 过去就过去好了 现在搞定了 戒雨之地的妖族 实在不行 他就在魔都地窟 都圈子算了 感应到他的情况 老瞻和战王 会想办法 把他弄出去的 就算不出去 提前发动攻击 也一样 现在魔武 是有实力反击的 方平和吕震 在内部 也许更好一点 好在一切顺利 不知道是没发现方平 还是发现了懒得追杀 万亿沙漠这边 没什么动静 方平平安过了万亿沙漠 开始去玉海山方向 希望战王靠谱点 能及时带他离开 方平其实想走通道那边 让老张配合一下 震慑一下通道外的那些酒品 不过现在他走通道 那就暴露了他进来的事 自己带走了吕震 也许会惹出一些麻烦 与其如此 不如走玉海山 小心点 对面真王未必会发现 玉海山 战王靠在一块巨石上 已经打发走了那两个老家伙 此刻正和下方的那位 人类镇守舞者聊着天 当然 大多数时候 都是他在说 小郑 天天待在这儿 有没有什么乐子 闷不闷呢 有空 其实可以上来转转 聊聊天也行 哎呀 我记得你小时候话挺多 现在怎么不说话了 对了 这次回去 张涛那家伙在研究什么 屏幕电影 下次进来 要是研究好了 带给你看看 没事可以看看电影 你知道电影是什么吗 哎 小郑 你落伍了 以后地窟平定了 你回了地面 都跟不上时代了 战王话很多 下方的老者抬头扫了一眼 半赏才闷声道 江老祖 我在修炼 可以稍微安静片刻吗 战王一脸不满 哼道 哼 修炼 都修炼多少年了 本源道走多远了 有五百米吗 苦修是不行的 小郑 本源道不是靠苦修的事 不过你也就这样了 你走了上辈子的本源道 也算是外来的道 其实未来是有限的 我就没看到过 哪个附身舞者有多强 不过别说 郭胜泉那仨小子 你还记得吗 有点印象 这仨最近都踏入本源道了 知道为什么这么快吗 而且老夫觉得吧 这仨前途比你广 知道为什么吗 老祖指点 关键还是要看机缘 战王笑呵呵道 你们这些人 我说了你们没人信我 你们小时候 我就告诉你们 要跟着时代走 要跟着命运的指引走 你年轻那会儿 我让你和李振多接触 让你和张涛他们一起混混 你不信我 结果现在怎么着 都成绝颠了 现在这几个家伙成绝颠了 也算到顶了 下一个时代该开启了 时时造英雄 张涛他们让新武时代崛起 接下来两届大战 也许要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 更是以往的时代 未来的时代波澜壮阔 也许会诞生更强大的命运之子 英雄辈出豪杰无数 这使灾难也是机缘 在这个时代 崛起也许只在朝夕 而这个时代 风云人物汇聚 也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 魔武方平 金武李寒松 南武王金阳 第一军校姚成军 这些都是其中之一 包括魔武的吴魁山李长生 这些人其实都算 很多人出在魔武 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下方 老者脸色微动道 您的意思是 风云汇聚的中心在魔武 他是附生武者 小时候就在振兴城长大 认识湛王 不但认识还相当熟悉 湛王就是这性格 也是这习惯 一直跟别人讲命运如何 武者不信命 可湛王信命 也算是其中的奇葩了 不过湛王眼光的确毒烂 李振这些人年轻的时候 湛王就曾说过 不怕死的可以跟着他们混 混到最后也许成就绝颠 当然死亡率很大 那时候信他的人不多 不过事实证明 湛王眼光的确厉害 李振和张涛真的都成就了绝颠 还有其中的强者 现在这一幕和当年有些相似 不过爆发的更快更剧烈 风云汇聚的中心就在魔物 湛王笑呵呵道 不错 虽然这个时代豪杰很多 包括外国仪式 以及镇兴城也在爆发 年轻一代都越来越强 七品竟层出不穷 可这个中心点 的确在魔物 或者说中心点在方平 小郑啊 别怪老祖不提醒你 年纪不小了 胆子大 那就赌一把 还守什么通道 魔物一旦打下了南七域 通道不用忍受 以后也不给进去的武者进入了 您的意思是 老者动容道 魔物这次真的要反攻 而且胜算很大 废话 湛王笑呵呵道 胜算相当大 前提是不出意外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湛王说了一阵诱导 这次赌一把 干一票大的 干脆离开了通道 去西望城那边参战 也许有意外之心 老祖可提醒你啊 能不能成绝殿 也许就在这一搏了 当然 一般的参战 其实未必有多大效果 打顺风仗 显示不出人情 方平那小子 以为自己算计的好 不过这一次 我看有点悬 你最好去百树林堵着 百树林这次也许会参战 关键时刻你出手 百树林的妖王 干不掉你 你就赢了 干掉了 那算你运气差 没办法的事 只要不死 你一个人堵住了一处禁地 解救了魔物 那小子还不得感谢的五体投地 到时候也许能捞不少好处 被称为小郑的老者周梅道 老祖 白树林要参战 既然如此 那得提前做好准备才行 岂能如此疏忽 湛王摇头道 准备不准备 一个样 只要来那么多人 来多了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一旦人多了 那些家伙觉得不妙 绝对会马上通知各语 一起发动攻击 到时候更麻烦 所以反攻之战 人数差不多固定了 不过 你是个意外因素 守道者 一般不会被人在意 可我一人 未必拦得下 百树林的五位妖王 所以才说赌啊 湛王笑呵呵道 哼 真要稳赢 还找你干嘛 富贵险中求 就这么回事 你不死 那就有希望 死了一了百了 魔物其实也没太大损失 大不了跑就是 逃跑问题不大 不过如此一来 南七域恐怕就很难再打回来了 方平 老者略显疑惑 开口道 我一直听说过方平这个人 却是从未见过 方平此人 真的值得前辈看中吗 甚至可以和三位部长比肩 你没见过那小子 那小子应该是见过你的 好几次了 他前前后后走了通道不少次 湛王说道 忽然朝前方看去 半上 微微疑惑道 回来了 好像不是一个人 他没感应到契机 不过他一直在关注着 两块石头在空中划过 一般人不会在意 他还是有些在意的 这小子入地窟 绑架了地窟的女人 好像两个人 湛王也不再多说 很快道 老夫待会要走了 你自己游着点 青狼王那俩家伙 最近脾气不好 被迁怒了 老祖可未必来得及救你 还有 谋反攻的时候 尽量离开这儿 不管去不去白首帘 最好别在这儿待着 湛王叮嘱了几句 玉海山的镇守舞者 绝颠之下的舞者 其实很多人都是振兴城来的 有附生舞者 有他们这些绝颠收的徒弟 当然 收徒很少 如今在玉海山通道坐镇的舞者 湛王是没收徒的 不过有其他几位绝颠的徒弟在坐镇 这些人 也算镇兴城的人 他们比绝颠更苦 绝颠好歹还会回去 他们几乎不会回去 而且更加危险 绝颠有实力对抗真王 他们没有 一旦真王真的不顾一切 非要强闯 他们就是第一个死的 说话间 湛王已经看到了远处的两道身影 方平那家伙 带谁出来了 湛王有些疑惑 老者原本是没发现的 这时候也朝那边看去 接着微微一致 忍不住道 老祖 他真进来了 之前真王传音 他还以为是湛王开玩笑 故意吓唬人 现在看来 方平还真来了 当然是真的 老祖可不说假话 湛王说完笑道 有机会回镇兴城看看 多少年了 再不回去 熟人都快死完了 老人沉默下来 许久才到 希望有机会吧 回去 他已经习惯了在这儿的日子 在玉海山大峡谷 他已经坐镇了六十年之久 当年通道刚开启 他就来了 六十年 不曾回去 五十年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